来继续看新闻 前两天南京的一家工地上 一名搅拌车的操作工 因为搅拌车开关突然失灵了 那个搅拌工的脚啊 被锋利的搅拌棒当场给消掉了 但是非常幸运 抢救及时 经过医生一百多针的缝合 脚又给完全接上了 看看 这只脚是从回半年以上完全掉下来的 在南华骨科的病床上 记者见到了刚刚手术完的老张 回想起昨天那一幕 57岁的老张 至今还心有余悸 由于搅拌机开关的突然失灵 老张的脚被锋利的搅拌棒当场消掉 事发后 工友们带着他和断脚立即赶往了医院 幸运的是 因为削掉的部位在脚踝 没有肌肉的撕拉 医生立即对老张实施了脚部的连接手术 我们前后大概缝了十几根血管 大概有一百多针 这个缝血管的这个过程是在咸味精底下 整个手术过程近七个小时 经过了一百多针的缝合 和骨骼的固定处理和肌腱肌肉的修复 老张的脚算是接上了 医生表示 正常情况下肢体的离断后六到八小时 如果能及时送来医院 条件成熟 是完全可以接上并成活 老张的脚再经过一个月的康复 基本可以恢复功能